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HKWITDA 開發的技術除了提升業界的生產水平之外 亦都可以設實應用在日常生活裏面 帶領社會持續發展 冷地滾球是殘疾人奧運會其中一個項目 HKWITDA為了香港硬地滾球隊開發這款高性能輪椅坐墊 坐墊材料由立體、功能性、紡織面料及特種海綿組成 有效射除壓力同時提供足夠的承托 這個坐墊如何幫助香港的運動員 運動員因為要依賴守部或上肢的法力 導致下身臀部的壓力會很大 HKWITDA設計坐墊因應每個人的需要 例如形狀、布料的透氣度和坐墊的軟硬度去設計 對他們非常合用 坐墊的承托力和彈性都更加好 可以長時間坐在坐墊上面 而不覺得不舒服和累 比賽的時候表現更加好 最知纖維和棉是時裝市場最常用的物料 不過業界一直難以將混合成分分離再回收 這個項目採用水熱反應處理技術 混坊植物裡面的棉纖維 在特定的水狀態裡面 大概30分鐘至2個小時內 會分解成纖維素粉末 98%的聚枝纖維都可以重用 這個項目更加在剛剛的第46屆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獲得金獎 我們在整個處理過程 只需要使用少量環保化學物 基本上無損最知纖維的質素 經簡單處理後 就可以重頭生產、重還使用 HKWITTER經過多年與業界共同推進 令香港紡織製衣業 轉型到以創新設計和技術為發展方向 HKWITTER會繼續與科研機構建立良好關係 為業界開創先進技術 令社會得益